时代眼泪 倔强商圈获落30年 公家土地都更难 1970年到1990年代 台湾经济起飞 高雄沿城区是当年 高雄经济发展重心 倔强商圈 骑楼与巷子 人身顶沸 比肩忌种的繁华模样 跟现在一条巷子望到底 小猫两三只不可比拟 我们这边最完容的时候 是有168家 那现在呢 168是租我们里面商圈 商场里面外围没有算 现在里面大概有110家左右 沿城倔强商圈 位于五福四路以南 赖南皆以西 壁中皆以北 七贤三路以东区域 说起倔强商圈的繁华 就从日据时代开始 沿城区是高雄最早发展的商圈 目前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 就是在原有高雄市政府的旧址 在截延前 国人因不能出国旅游 导致接受外界的资讯比较少 绝江商圈因临近高雄港 贩售多数柏来品 如精品服饰 茶叶皮件及南北货等 而沿城因临近高雄港 在通行上自然而然 摊犯市井也随时新政起来 知名地标早期包快有 大兴百货 大舞台契院 各类酒家饭店等等 成为高雄最繁华的商圈 绝江商圈因贩售许多柏来品 曾是全台政策名流最长的消费据点 小巷内处处充满日式氛围 到1980年代 更成为全台指标观光景点 然而几年来商圈风华不再 已被周边包括博尔艺术特区 吸走观光人潮 整个沿城区从2011年1月27371人 减少至目前23272人 落差约14.9% 目前该商圈店铺第一代经营者 多以70甚至80岁多数退休 而二三代普遍承接意愿不够 这里的店家老板平均年龄都超过60岁 墨落30年的商圈 电商崛起跟不上科技脚步 疫情重创店头 一整天下来常常做不到一笔生意 过去绝江商圈外围 有房地产权的房屋 当时购入上千万元 现在仅剩300到500万元 绝江商圈核心地段 落在绝江二阶与绝江三阶 其店家住落在南北大牌水沟正上方 多数地上一二楼 店家拥有房屋所有圈 但土地属水利局所有难以整建 更不会有开发商来都更或围绕 若未来没有年轻一辈 愿意进来乘租店铺 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